李长哥 你怎么会穿这唐军的衣服 你去哪里了 你干什么 走 你知不知道发现你的若不是我 你就没命了 你就藏在我这里吧 你给我老老实实待在营地 没有我的命令 哪里也不准去 你 这里我说了算 你又想强迫我 强迫你又怎么样 我一开始就没有打算 把英诗折在这里 没有人想打仗 你没骗我 信不信有你 阿世露所在里面吗 在 师父 富邓 李世民想要和我盟约 议和彻兵 我已经答应他了 我已经答应他了 民族 明日在 汽桥之上 我要和他面对面的盟约一和 我怎么可能和他盟约 你们俩听好了 明日盟约之时 你俩在各自麾下 替我调出善舍的精锐 代号公奴埋伏在北岸 得明日会蒙九合璧 即刻射杀李世民 他们要当场射杀李世民 此次难争 我军要想在战场上面打败汤决 估计是不可能了 刺杀李世民 也是我无计可施之计 此战胜败 就在明日这一件了 侄儿明白 恨了 咱们你们俩 要不回事 いや 走 没 不回事 始终 抵春 吴凶 此 возду 明日两方就要结盟 阿世乐不当众毁约 如此反复无常 如何让人幸福 再说就算杀了李世民 那么多堂军在渭水 严阵一带 你以为真的可以如愿 入主中原 你说话 我必须得去 阿世乐损 你不是说过 不会让一世蛇在这里吗 这又算什么 大可汗亲自下的命令 我没有理由不去 而且就算我不去 舍儿也会去 舍儿不去 吐喀尘和西比多也会去 阿世乐不得功劳手数不胜数 这场刺杀 实在必行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此别过吧 你又想去哪里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你哪里也不准去 拦人的 特急 把他给我带下去 锁在营帐里 不准他离开一步 阿世乐损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我再说一次 你的命是我的 带下去 借过父汗 舍儿 这便是你交出来的人 大可汗息怒 我是太想为狼狮争光 太想为大可汗效力 才失了准头 混蛋 你为何穿着我狼狮的衣服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小可汗麾下勇士众多 怎会认得我这么一个无名之辈 我今日错在一时心急 但是我对大可汗的忠心 一片支撑 大可汗 我向天狼神起誓 我全家都死于李世民之手 如若不是今日李世民突然举备 我怕是早就已经抱了血海深仇 大可汗 还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不杀李世民 我死不瞑目 老子管你究竟和李世民什么仇 我问你 你为什么穿着我狼狮的衣服 你要不说 我就弄死你 如若我今日成功射杀了李世民 小可汗是否还会否认我是狼狮的人 这便是你们狼狮教出来的 心腹精锐 苏汗 这 这全是他的狡辩之言啊 一身狼狮的衣服 若存心陷害 怎么还会弄不到呢 看着我干什么 怎么 觉得是我陷害你吗 这可说不准 实习私利 求见大可汗 过来 参见大可汗 和氏 七 有话快说 西壁多竟干出这等事情 让他就这样死 还真是便宜他了 是啊 今日若不是损特勤 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善儿 我问你 西壁多背叛我之时 你在做什么 要不是损射死了西壁多 你是不是也想造反 不不不 舒涵 您听我解释 我没有想过要害您 真的 我 我只是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您要相信我呀 舒涵 废物 手下是废物 你也是废物 这一次 真是多亏了阿笋了 无论如何 孙都不会看着傅寒 身陷险境 儿子 阿塔的命是你救回来的 咱俩父子之间 见外之话不多说 想要什么 开口 孙想请傅寒 留下此人性命 这又是何意 孙别误他意 方才此人也说 诛杀礼堂 报效可汗 是其毕生心愿 若人人都有此心 持取大堂 指日可待 此人方才失利 只是因为运气不好 罪不至死 何况此番连日远征 无功而返 是其本就嫡落 人心思动 若再杀效命之人 恐怕有损人心 傅寒不如念其忠心 赏他一条性命 各不勇士们看了 也会纪念在心 日后 定会更为英勇地 为阿什勒布而战 你看看 阿孙果然固权大局 思虑长远 是 本寒 依你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把你的人给我带回去 不要让我再看到他 最好 最近你也不要出现在我眼前 是 带走 水 竟样码 加温 你能没有弄出